一開始是大二那個時候有一堂課 然後介紹轉戲生 當時候就覺得 有人從別的戲轉過來還蠻特別的吧 因為我們這一掛一群人裡面有一個 大學同學游先生 他蠻喜歡主動去跟別人交朋友的 所以我們這一群人也會跟他一起去交朋友 後來比較熟以後 除了做報告也會一起出去玩啊 吃飯啊 就會變得慢慢的熟起來這樣子 然後起來找我跟衣服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 好感動 原來找我一組 所以我們那時候 我的 原來高雄人都很熱情 高雄人不錯啊 不錯 歐先生在這個愛情故事裡面的角色嘛 他是很常教我們這句 所以我們就要一起參加歐先生的活動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多參加歐先生的活動 電話啊 幫我上套紙 請問一下 你最近試掛了嗎 我最喜歡的 我一定在跟他一隻 在這個愛情故事裡面 我要自一隻 大二迎新素鷹 你是那個跳活動 對 活動 答應了之後就是用移行術語 就是兩天內瑣碎時間練舞 然後你就陪我練了幾次之後 就放著我 可能就不知道去哪了 然後都自己練習 然後那個要表演之前呢 另外有沒有發現我很緊張 舞步都還沒有記得很熟 然後還是其他一起表演的同學 在後台陪我練舞 然後我的舞伴就不知道去哪裡了 然後後來才導演他跑去前面看那個 所以第一印象就是 點接點 你知道記得特別清楚 當然精準的就是第一次有接觸的 然後之後覺得 你是個高人的人 然後不太好親近 我目前就是沒有那麼 那麼有印象 你會覺得我幫你一跳一跳 幫你表演的耶 這個都不記得 這個就好 其實已經忘記了啦 那個 看過就忘記了 甚至不懂我一樣 那個 不錯不錯不錯 然後都是 跳舞的我們 當然是要互相 承擔一下 很棒喔 很棒喔 鼓勵鼓勵 後來就是 蠻多活動 沒有一起約好 但同時都有參加 像醫學吧 醫學那個時候就是 對付啊 當時候就會 因為一些活動啊 比較瘦這樣 還有一起接待日本交換生 後來去日本交換也都 有被選上了 後來就越來越瘦這樣 這還蠻巧的吧 就是他想參加活動 我也想參加這樣 就是都剛好 欸你也來 欸我也在這樣 對啊 然後討論討論的一些活動啊 細節什麼的 那就慢慢會變成這樣 所以就從 本來很不熟 到變 欸有點熟 變成朋友 對 是不是改觀了 就是有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高人的形象 好嗎 你好像是熟了才比較 所以現在算是有反轉啦 因為一開始的印象 就不是說 太優 我覺得他比較有情境 然後後來就是 竟然會在一起 嗯 樂觀吧 因為跟我比起來 我沒有那麼樂觀啊 有些事情就特別壞嘛 就是容易想到 特別爛的事情 那那個時候 就覺得會比較沮喪 我就跟他分享 他就會說 你不要這樣想 其實這樣這樣這樣 那樣那樣那樣 你就會想起來就好很多 這樣 所以後來 因為這樣子 會比較開心 就是不會說 遇到一些比較糟的事情 心情會變很差這樣 這就是我還蠻 欣賞的一點 他很聰明 反應很快 做事很謹慎 很負責人 然後對我很好 然後我覺得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 當我們意見不合 然後有想法不一樣的時候 他就是會 居中 很理性的溝通協調 所以就我們幾乎沒有 錯過這樣 就是長溝通 我們都是長溝通 尊重包容 都是在溝通 口號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我們 現在都還有 我覺得我們是熱戀詞的 關鍵原因 很得意 之前有收到一個印象深刻的禮物 好像以前還蠻流行摺星星的 不過他是裡面有請 就是朋友寫字在裡面 當初他送給我的時候 一整罐 然後我就想說 所以我要一個一個 把星星打開來 看裡面寫什麼嗎 可是因為裡面大家都寫字 所以後來我還是一個一個把他打開 那可是就是 後來也沒再打開 因為 因為打開這個時間是很久 然後要折回去也是完全的 比較花時間 所以這印象還蠻深刻 就是收到當下 我是要把它全部打開嗎 還是你把它唸一唸 你把那個唸一唸給我聽 這樣子我就可以不用打開它 愛愛愛 男生真實不了解女生的用心 我印象最深刻的禮物是 就是音樂行 他是 以那個 學校萊爾富為背景 那萊爾富就是 我們平常 在學校 除了圖書館 之外 最常去的地方 吃點心這樣 對 他花了蠻久的時間 做的 所以那時候收到的時候就 哇 好漂亮 好可愛 然後就可以感受到他滿滿的心意 對 大師那個時候大家要考國考 大家都很忙 都泡在圖書館裡面 很容易就是 兩個意見相走 然後爭執不下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會把它找出去說 不然我們就是好好聊一下 剛剛遇到的事情 然後可是這種東西 一聊都聊很久 都是以小時起跳的 其實感覺就是有點想要去念書 可是還是 還是出來這樣子 對啊 要付出這樣 要我國考跟感情選 的那種感覺 對 對 對 有為了這段感情付出 還滿感動的 大 大物 經驗沒多久之後 我膝蓋就受傷了 然後膝蓋受傷之後 就要主拐杖做了兩年 那段期間就滿辛苦 就是生活上遇到很多挫折 然後復健呢 可能效果也不是說一兩天就看得到 所以病情在很不明朗 就是還滿常很沮喪的時候 就是我就會跟他說 怎麼辦 萬一我一輩子都好不了 不要一直走過來 那時候 要出來 對啊 然後你就會安慰我說 沒關係啊 我會照顧一輩子 對啊 然後 那兩年就是 就是 就很感謝你朋友走過來 鼓勵我 安慰我 然後 遇到什麼困難 就是會讓我覺得 遇到困難 你會 陪我一起 就是 沒有衛生紙啊 有點遠啊 陪我一起那個 就是 陪我一起度過這樣 本來沒有受傷的時候 我們就一起選賽 去歐洲 就交換學生啊 然後後來就是 已經選上去了 丁回去交換之後 我就腳就受傷了 然後你也是鼓勵我說 沒關係啊 我們就算組拐杖 還是可以一起用上歐洲去圓這個龍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還是有 組著拐杖 用上歐洲五十天 對 好 謝謝 嘿嘿嘿 大七高場旁邊有一間理髮廳 然後他就是去剪頭髮跟洗頭 然後我陪他去 然後那天就是剪完他在洗的時候 然後我就一時興起 就是 欸 想說我也可以來幫他洗洗看 這樣 就沒洗過 我就跟那個 他幫他洗的那個洗頭小妹 比手畫腳 因為不能講話嘛 我就這樣 然後我就神不知鬼不覺的換手了 然後大家都沒有發現了 然後他還是繼續眼睛閉閉的 然後 就是被洗頭這樣 然後洗完之後呢 我就很迫不及待的 問他 欸 怎麼樣 剛剛洗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然後他就一臉很尷尬 就 不是 因為是感覺還好啊 哈哈 感覺沒有那個價值 來洗個頭 結果好像跟自己洗差不多 這樣 然後 這家店這樣子可以嗎 這樣他會不會倒掉 然後是後來 他就說 還好的時候我才跟他說 啊 剛剛是我洗的都沒發現 然後他就一臉 起來一直這樣 哈哈 那時候那家真的就不在了 那家就倒掉了 對 然後還有一次是 他大七有一個月是去洗美交換 然後那一次是禮拜天吧 就我禮拜六是我在常跟值班 然後他可能就是 沒有想到 我值班完隔天會出現在台南 我就是 自己找到他們洗美的宿舍 然後進去到一樓的時候 就有發現 欸一樓有一個白板上面是寫那個 你有貨收到的時候 管理員會把你的名字寫在上面 然後我就靈機一動就是 我就自己去那個白板寫上 不換這三個字這樣 然後 我就自己也多找好那個可以 多好的位置之後呢 我就打電話給他 然後就說 欸 我有寄一個貨給你 然後剛貨運公司通知我說 已經到了 你可以下來領了 然後他就 喔好 然後我就躲在這小角落 然後看他下來 然後就 果真就像我預想的一樣 他就先看了一下那個白板 欸 真的有 你的名字 然後你就 就跑去找那個管理員說 欸 我的貨是不是到了 幫我拿一下 那管理員 找了很久都沒有找到很多貨 然後就想 你在那邊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等到我才出現 啊 貨在這裡啊 因為我們在學生時期就會 有討論到未來的 規劃啊 方向什麼的 基本上就會知道 可能畢業之後 那就會有 求婚這個狀況 那時候就是他奇美 放榜 之後我就 知道喔 那大概我們以後 可能就是會在 台南病居 然後就是 心裡會覺得 嗯 是不是快到了 是不是快到了 然後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 他就是只要我們要出去玩 我們在吃飯 他就說好 你等我一下 然後我就說你在幹嘛 我說後來再換衣服 然後就說 幹嘛換衣服 我們去吃飯 他說我哪知道 會不會等下就求婚 然後穿得不好看 這樣 然後那陣子真的是 一直換衣服 我沒有跟你講吧 我只是心裡問問 想說 你就是自己換衣服 還要那個你在幹嘛 因為我也知道他有 就是在等求婚的時機點 那我就想說 要抓一個初期不易 所以我當時候 在大同社區那一刻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蠻累 那他也知道那時候我很累 所以他猜說 我應該沒有時間去準備這些東西 不過我就逆向思考 反鄉操作 在大同內科的時候 就是規劃了他驚喜求婚 算是還蠻成功的一個驚喜求婚 對 所以其實他完全就沒有 料到 到底什麼時候要求婚 真的完全沒想到 那天就是一個 原來是今天啊 的那個反應 完全就有抓到 他沒有發現的這一點 我們一輩子的事啊 我們現在有一輩子可以聊 但是我對你的愛 一輩子也聊不完喔 謝謝你 一路以來的禮拜 我們剛剛最好的朋友 在一起是 真的是最好的朋友 那我們約好 除了這輩子 下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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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繼續做運氣喔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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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樣 我是岸山 我們岸山 沒有啊 結婚囉 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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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we found love right where we are